也许是减重的这种需求 一般当然就是里面它的数据里面是不标准的 它可能才会需要做一些运动 所以假如说这个资料 也许你从现在很流行一个所谓的大数据 也许你捞到一些资料 那你需要把要的东西留下来 不要的资料把它删掉的话 像以这一题来看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需要一个需求 也许资料量非常的大 那你需要怎么样 把那个不标准的留下 把标准的删掉的话 那可能有同学会说 那是不是可以重新排序 当然如果说你排序的话 可能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也许你资料会乱掉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要重新排序 我不是用重新排序 而是希望用VBA帮我把 只要是标准的 就帮我删掉那一列的话 删掉那一列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是教各位再多认识一个 那个物件 就是如何就控制那个Excel里面 列的物件 其实就是Raw加S 因为里面一定非常多列 就是在2007以后是100多万个列 所以是负数 所以是那个物件的名称 一定叫Raw加S Raw有没有 然后呢负数RawS 那哪一列的话呢 刮胡 比如说你要删掉是第九列的话 那你就给它一个9 OK 后面的话删掉 那删掉的那个动作 会需要有一个 一个什么呢 我们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 就后面加上点什么 点Delete就可以了 那那个Delete 其实那个Pin法 其实就是那个 太难写了 写这个滑鼠 它不是逻辑的 它是HP的 所以比较难写一点 OK 因为真的逻辑 还是比较好用一点点 OK好 那所以 自愁 不要见怪 因为这不是我的关系 是滑鼠的关系 好 那就是 如果你这个Delete字 不会Pin的话 请你看键盘上面也有 键盘上面有一个 叫Delete的按键 就是哪一个Raw 点Delete就OK了 但是 这边的话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在练习这个的时候 请你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因为三天它不能够还原的 所以按Ctrl键 它会多拖拉 然后按Ctrl键 就多一个 一样的工作表 这个是复制工作表 那比如说 我今天要删掉它 那可是特别注意 删除 以后如果 无论你是删除工作表 或者删除除存格 删除工作 甚至下面这个工作表 它会有个特性 你删掉之后 如果我今天删掉的是第九栏的话 那如果再来你要删第十栏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把第九栏给删掉的时候 怎么样 原来的第十栏会怎么样 变第九了 所以你一删掉第九 结果呢 再来要删第十 可是第十跑到第九了 那你是不是还要再跑回去 这真的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我教各位 以后如果牵涉到删除的话 可能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不要从上面删下来 因为前面我们的回圈是四到十三 请你颠倒 从下面删上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删到第十三好了 先删第十三 如果第十三删掉的话 再来删第十二 第十二还在吧 那第十二如果删掉 第十也不会影响 所以倒过来删 应该是比较好的策略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 我们前面教过各位 就是说回圈 可以从正向的 那如果要反向的话 怎么办 可不可以反向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当然有一个完成的 就是增减体重删除底线反向 我用这个名称 撰写完是这样 那怎么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 在VBA里面 我要做完这件事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是一个SAP好了 如果我今天是要 因为我今天是要做什么事情 按确定 第二的话呢 删除的方法 反向回圈 记得前面是FOR I 等于就是由小到大 可是你现在是从大到小 有没有 13 但是如果你相反的话 后面要多加一个东西 叫STEP STEP就是也许你是阶层 负一 负一的话就是越来越少 多一个东西 那以前你想说老师 那之前为什么不用写 因为之前是STEP 1 预设是STEP 1 OK 那如果说你要什么 单数双数的话 你就STEP 2 有没有 如果你是反向的话 STEP-2 就变成单数的双数的 就像说那个 有的时候啦 比如说你是单列上色 双数不要上色 就是有没有 那个有时候你那个表格 你希望那个 有些列 单数列上色 但是双数列不上色的话 那你也可以利用 类似像这样的观念 就STEP 后面加一个2 好 那再来的话 大家刚刚打错 FOR I 这边只要打一个 I等于 OK 然后呢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这个方法都一样 移到中间做什么呢 先做逻辑 再做删除 什么逻辑呢 如果 哪一栏呢 K栏好了 K栏怎么表示 Sales 这都固定的 I 逗点 打一个K不就好了 等于什么呢 删掉的是什么 标准 所以你打一个标准 在这个中间给它一个标准 如果它储存壳里面是放标准的话 Zen Enter两下 先把Enter 打完 做什么事呢 如果那个 就是这一 I 这个栏 这个列 如果是标准的话 那我就把那一列 那一列 给删掉 那我讲过 你就要多学一个叫Raw 加S 刮符 打一个I就可以了 因为将来这个条件判断 它等于是这个I 就是这个列 那做什么呢 刮符 点什么呢 Delete OK 那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字有没有拼错 我的习惯呢 都是打小写 但是如果当你移开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 移开 有没有发现 它的Raw 会变 R 会变大写 D 也会变大写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除错的好方法 所以你全部都打小写 如果你的那个字移开之后呢 它的首字都会变大写的话 那表示你没拼错 可是如果你移开之后呢 它还是小写 那你就特别注意了 因为VBA里面的 反正无论是物件名称 或者是方法名称 属性名称的首字 一定都是大写 这个是固定规则 其实 所以有的时候你打久了 就很习惯的 这些东西都是直觉的 都不是背的 OK 所以我教各位的是一个活的方法 反正你以后看到什么啦 上面几乎就是长这样子嘛 我想四算表 它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不外乎就储存格 不外乎就范围 不外乎就裂 不外乎就懒 不外乎工作表 工作簿嘛 就这些东西 那你只要学会 如何去控制它的方法 我想你几乎全 反正你想得到的 它几乎都可以 让你去自动化处理 也就是说 所有你以前用键盘滑鼠 做的事情 全部都通通可以 变成一个案件 完成所有的事情 但是如果当然你要走到那一步 是还有点遥远 可是就是慢慢的积 积少成多嘛 你就慢慢的 你会发现 那好像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你就可以试试看 不过如果说 当然这样一下跑完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 为什么跑完 跑完了 那感觉太快了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交个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刚刚有做了一个什么 有复制一个对不对 所以现在可以有一个 那再复制一个 如果将来怎么样 你希望让程式跑慢一点 可以看到细节的话 交个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射中断点 也就是说呢 当程式停在 就是跑到这边的时候 它会先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除非你再按执行 否则它就不会往下走 那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执行 它还没删任何东西 第十三会被删掉 所以你再执行的话 怎么样 它会删掉第十三 它又停下来了 因为十二又是标准 所以它又到这边 你再执行一下 有没有 游标再放在这里 有没有 就跑到十了 所以跳过 等于是十一就跳过了 然后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细节了 所以特别注意 最后呢 当然你全部跑完 记得要把中断点取消掉 好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教各位又多了一个 多学会一个叫Rose的物件 然后它基本上概念并不会太复杂 那至于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想要知道 Rose里面 它到底有哪一些方法 跟哪一些属性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就是打一个Rose 点一下 其实点一下之后 它这边里面呢 就会出现它所有的方法 跟它的属性 什么叫方法 其实就是绿色的 什么叫属性 就是一只手拿着一个 这个文件 那所谓方法 有顾名的事情吗 做什么事吗 删除 activator 很简单嘛 选取的意思嘛 对不对 那每一个每一个啦 at the common 这什么 增加注解嘛 对不对 其实只是说 它是英文的 那每一个每一个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在Rose上面 按一个F1 按一个F1 就是call help的意思 就是 你请你把那个 Excel里面VBA 有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明书 请你帮我呼叫出来 理论上 如果你把游标放在那个Rose的上面 它会自动帮你把Rose物件里面 它能够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全部都帮你写出来 OK 不过有的时候 会没办法正确连结 正常应该是会的 如果没有 你就自己在这上面搜寻 叫Rose 它会帮你把那个Rose里面的 所有的物件 所有物件能够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通通会帮你列出来 Rose 搜寻一下 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有Rose的属性 还有Rose的一些相关的物件 相关的方法 这边都会有出现 OK 那细节部分 我想我们 OK 这里没有出现Rose的物件 或许 是不是在那个 这边有个程式员参考 或者是你可以从什么 从这边有个物件 也可以从这边 程式员参考 物件 里面去找找看 看看有没有那个 我们的 这个Rose 这个可能再找找看好了 理论上应该是会出现 这个Rose物件 说明这个再找找看 还是说它是放在其他地方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再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我讲的这个部分 有关Rose的这个物件 它如何做 列的删除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举凡 以后要做删除的动作 在删除以后 记得Excel的删除 无论你是删除什么 我建议就是说 可以反过来删 那要反过来删的话 会多一个 在回圈后面多一个叙述 叫Step 负1 Step负1